女人不爱你的四个表现,你该放手了 一个女人究竟是爱你还是不爱你 她的眼神和身体语言是不会骗人的 只要你留意就会发现 因为在感情中,女人的身体和眼神是连在一起的 你的靠近、牵手、拥抱、亲吻都会让她做出一系列反应 只不过陷入爱河中的男人大多数是单线条的简单生物 往往除了眼中有她,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或许有时会怀疑,她是不是不爱我了 当你的女人有以下四个表现时,那就是真的不爱你了 你也该放手了 1.你们在一起时,她开始心不在焉了 以前在一起,彼此总有说不完的情话 亲离的举止,暧昧的眼神 现在总是你一个人在说 而她似乎在听,却经常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 但当你问她问题时,她便一脸茫然的望着你 2.总是说她很忙 有时没事的说忙,这明显就是一种敷衍 比如发信息时,她回复消息总是很慢 说稍等一下,结果就变成了无影无踪 每次说两句话,就不再跟你聊下去了 一个电话,一个信息偶尔得不到回应 那是因为太忙 但要是经常没有回应,那说明这些东西真的淡了 3.不再让你加入她的社交圈子 一个爱你的女人恨不得马上把你介绍给她的朋友认识 并希望得到她们的祝福 而当她在旅游、聚会等社交活动不再带上你时 只能说明你们的感情真的淡了 更没必要介绍朋友给你认识了 4.她不再关注你的变化 因为爱所以才会流心 对于你的发型、服饰等变化 哪怕是心情不同,她都没有丝毫反应 那么你要注意了 她可能有新的东西需要关注 总而言之,女人的心里若是没有了你 你做的一切,她都不会在意的 即使是出于亏欠的心理,勉强在一起 也只不过是不情愿的臭喝,是不会幸福的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明显感觉她不爱你了 就请趁早离开她,去找一个值得被你珍惜的女人吧